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栋就是清溶楼 看这些外形都是一些比较古旧的公共房屋 好 我们沿着旁边走走 看 看 看 今天太阳也相知晒 看到市場下面有很多人在乘糧 屋簽入口是這樣的 不成功了 好,來一張三號 好,我們散一下這邊 好,樓梯呢 就是街市的招牌 看屋心的整方 我们来看看 外面有一条叫清葵楼 我们来看看 商场街市也在里面见到 商场街市的楼梯 看到了 商场街市的楼梯 我们来走一圈 走一圈 停车的位置 走一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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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正面是清葵樓 在外形上也是比較舊式的公共屋邨的樣子 我們去陳青山層看看 在酒樓那裏 在屋邨的餅間 看到藥材店 發浪 再加了71 來到內庭 我們看看整個清清的樣貌 對面的清清的樣貌 我們看看 對面的清清清的樣貌 我看到很多店铺都没有开 或者好像已经 直接连招牌都没有了 应该是结了叶 可能好像有一些 是呀,就走入这个内行看看 上面有些新的了 让我们坐这座升级上看看 好,你上去吧 我拍摄这个景给大家看一下 是呀,长青村都是一些 这些旧的屋子村 看到没有什么人楼 行吗,行吗 行,行吗 行,行 行,行 行 看見足球場都沒有人了 我們沿著球場走一下 看看新起幾棟的樣子是怎樣 走後一點看看 這些外形見到就比較新的了 後面還有幾棟起的 可能遲些就會落成了 好,我們走過球場 我們走一條直路了 我們走上來這邊 我們現在看到長青圈還有三棟 青松樓看到很遠 還有一間學校在旁邊 先主教國聯瓦神古紀念學校 在這裏 裡面還有一些長青圈 我們看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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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长青仙也挺大的 好了,那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 大家对这集有什么意见 或者大家有什么地方想我去 可以下面留言给我听 喜欢这里可以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或者给个like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